臺電為了精進同仁的技術 今天是舉辦年度技能競賽 共七十二個單位 一千一百五十位同仁參加 創下十年來的新高 而臺電這兩年面臨了退休潮 要大量的中募人力 去年兩萬多人要競爭 七百六十六個名額 今年是開出了八百五十七個名額 受理報名到二十四號 預估也會有兩萬到三萬人報名 兩人一組一人得站上高塔 搶時間維修 另一人要視情況 從地面補給裝備 臺電年度技能競賽十九號舉辦 這次參賽的臺電人有一千一百五十位 創十年來新高 但臺電這幾年面臨退休潮 新舊人力替捕 也出現十九歲跟六十五歲 同場競賽的場面 下台不久 像是這一位今年二十一歲的周先生十九歲高中畢業後就考上臺電 直接就業 對他來說現階段收入跟其他同才比較低 但看準工作的穩定跟薪水調幅 決定先就業再就讀假日班大學 臺電表示這兩三年都因應退休潮需要大量人力 去年招募七百六十六人來了兩三萬人 今年度報名到二十四號為止 預計招募八百五十七人預估也能吸引好幾萬人報名 而為了降低維修風險 臺電耗費三年時間 研發了遠端的操作機器人 可以傳送即時影像 還有溫度感控 臺電預期未來大量產出後可設定放置在各地變電所定期巡檢 取代人力也能避免颱風 豪雨期間 人員外出的危險 記者王庭 陳顯坤 高雄報導